顾名市公安局土华分局局长李德龙同志进行情况通报 各位记者 此刻我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 向大家通报情况 2021年1月22日17时期 一名男子在顾名市土华区华汉街道辖区 东风西渡云南四方大学出处适应东西门口 十到治伤其言后 及时一名任务 激进后 昆明市公安局五号班局 迅速调取警力感到信场准备 对犯罪行业来开展情绪迟早工作 昆明市公安局调取相关的家 感到信场支援 十八时四十分许 信场取之特决 不断开枪 击毙放置行业人 安全解救人质 警察 12行业人 王母侠 宽云人 男 56岁 其放置行为 已造成 7人不同程度受伤 1人 今抢救如销死亡 伤狗已第一时间送医军事 目前 伤医军事 案件调查 加持安息 等相关联络 正在开场中 通报病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